我這次主要要分享的是韓國的保養品跟彩妝品的秀麗函 秀麗函這個品牌 那我先從洗面乳這個地方開始好了 洗面乳粉紅色這個超美的 而且我自從懷孕之後特別喜歡粉紅色系列的東西 那我今天臉上的妝也是用他們的粉底液去畫的 你可以看一下 待會在影片中也會跟大家做介紹 那它這個粉紅色這個是 潔淨潔鹽乳 我今天我第一次使用的時候聞到它那個香氣啊 好香喔 而且聞起來是那種淡淡的啦 淡淡的清香味 它很舒服 它清潔度非常的夠 而且就是這樣輕輕的就是洗過以後 就是非常的簡單 它也不會有乾涉的問題 那下面影片這邊還有就是我與大家做分享 就是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洗面乳並不是卸妝的最後一個步驟 是保養的第一步驟 那它因為都是它的味道是那種新鮮的蓮花味 它真的味道聞起來是非常舒服 會有那種紓壓的感覺 那它裡面的話就是有金花草還有乾草還有黃層的那種 這些東西可以讓你的肌膚就是比較溫和 而且它的泡沫非常細緻 它就是可以把臉上的殘留物啊還有有害物質可以清洗掉 那清洗之後呢肌膚是完全不乾涉喔 那接下來就是一個讓我覺得非常驚奇的 我從來因為我自己是一個面膜控 那我也沒有敷過這樣的面膜 它這個面膜是黑深黑深面膜 它面膜很特別喔 這一關的紅色的 它敷在臉上的話 它的剛開始擠出來是黑色的 那它就是很特別就是 就是你的臉啊 你清洗完之後 就是用化妝水 在你的肌膚上面 就是整個臉打濕之後呢 你就可以擠出大概兩到三次的 50元硬幣大小 就是可以塗抹全臉為主啦 那你就是避開眼周啊 還有就是嘴唇的地方 那你就是後膚在肌膚上面 再沿著就是你的肌膚的紋理 溫柔的按摩大概3到5分鐘左右 然後你那個皮膚它就會是 從黑色慢慢慢慢慢慢的變成白色 之後你就直接去給它清洗掉即可 非常簡單的保養 而且會有點溫熱溫熱的喔 你在按摩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點點溫熱的感覺 它可以把你的毛孔暢開 那第三個呢就是 第三個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粉底液 就是我現在 現在那個 底妝都是用這個畫的 它是算比較輕薄 它遮瑕度是算OK的 但是 它 沒有辦法媲美就是 可能像氣墊粉餅那一種的 但是它是 比較 輕透薄的 喜歡裸妝感的女孩子 就是輕透的底妝可以選這個 那我也跟大家講一下 它的妝感 它的水比較 它的質地比較水喔 所以它的用量可以很省很省 它這個粉底霜 它是因為是有高密度 是遮瑕的粉體 會用少量即可 擁有高遮瑕度的效果 就是你的肌膚 會有點像絲綢般的感覺 那我在塗抹的時候 就是因為用量很省 所以就是 我會盡量的 用比較省的方式 也是用那種刷具 來做打底 好 那我現在的妝就是 我今天用 這一罐已經 打完底了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一次 我的分享的話 記得幫我留言 點個讚 或者是 給我一些意見 那如果 這一次的產品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記得上網去搜尋一下 秀力含這個產品 它是上面還有一個LOGO 上面是寫韓方 我覺得它真的很漂亮 我再拿一次給大家看 這個是洗面乳粉紅色的 還有這個是感溫的面膜 還有這個是珠光的粉底液 那都是這三樣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 下次再見囉 掰掰 拜拜 來自明星期間 見到 阿滋 我們下集中 還有 我們下集中